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秃轮轴位置传感器A的电路D组1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这意味着它涵盖了1996年以后的所有品牌、型号。 但是,具体的故障排除步骤会因车辆而异。 汽车故障代码P0342是与秃轮轴位置传感器CPS相关的几种通用故障代码之一。 故障代码P0335-P0349都是与CPS相关的通用代码,可推断出故障的不同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代码P0342推断传感器信号过低或不够强。 信号足够低,难以确定且难以理解。 P0342涉及组1A传感器,排仪式包含气缸No.1的发动机侧。 曲轴和突轮轴位置传感器的描述和相关性在当今的车辆中,了解这些传感器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相互作用非常重要。 所有无分配器点火车都使用曲柄和突轮传感器来代替电子分配器中的模块和触发轮。 曲轴位置传感器,CPS,向发动机控制模块发送信号,指示活塞相对于上指点的位置,以准备注入燃料和点火火花塞。 突轮轴位置传感器,CMP,发出信号,通知突轮轴进气凸角相对于CPS信号的位置以及进气门的打开,以在每个气缸上进行燃油喷射。 传感器的描述和位置取柄和突轮传感器提供开核观信号。 两者都具有霍尔效应或磁性功能。 霍尔效应传感器使用电磁传感器和磁组器。 磁组器的形状像小杯子,其侧面切出正方形,使其类似于纠察栅栏。 当传感器静止且安装在磁组器附近时,磁组器旋转。 每次主子经过传感器前面都会产生信号,当主子通过时,信号会关闭。 磁性拾音器使用固定传感器和固定在旋转部件上的磁铁。 每次磁铁经过传感器的前面都会产生信号。 位置霍尔效应曲柄传感器位于发动机前部的斜拨平衡器上。 电磁拾音器可以在发动机钢体的侧面,在该侧面使用曲轴的中心发出信号, 也可以在中罩中,在此使用飞轮作为触发器。 凸轮轴传感器安装在凸轮轴的前部或后部。 注意,对于GM车辆,此代码描述略有不同,这是CMP传感器电路低输入条件。 症状症状可能包括,检查发动机灯、故障指示灯的照明和代码P0342的设置动力不足失速应启动前在原因造成此DTC的原因可能包括, 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故障传感器限速断开或短路电器连接不良启动器不良于启动机的接线电池故障诊断和维修程序检查技术服务公告TSB中是否有与此法规有关的任何内容。 TSB是在经销商级别处理的投诉和失败列表,制造商建议更正。 检查电池的状况,电池电量不足会导致设置密码,检查启动器的所有界线,寻找腐蚀,连接松动或绝缘磨损的地方,检查突轮轴传感器上的连接器,寻找腐蚀和弯曲的销钉,在引脚上图绝缘油脂,检查启动器是否有过多的拉力表明启动器较弱。 更换突轮轴位置传感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